记得我刚来工地的时候 满怀壮子的发誓 一定要在这里有所作为 强大的工作能力 让领导对我很是赞赏 于是没过多久 我就坐上了主管的位置 家把都家做了 揍人拿多少 尽管如此 我对工作还是不甘有一丝代码 小话 扯一掌 上迷说的百搭给你手表 你看这项目 两边单独给我做 在我艰苦奋斗下 终于坐上了精力的位置 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反正是凭我这个能力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成功 没有竭尽可言 录完了吗 录完了录完了 下次把这个稿子 先踩一点 这样才能取得观众共鸣 好的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